香港民主派多名领袖陆续落网和被法院判处坐牢之后 总是站在抗议最前线的民间人权阵线濒临解散 从幕后走向前线 独自一个人称着民阵的召集人陈浩环 昨天也被判入狱18个月 他坦言港版国安法制造了巨大的恐惧压缩民主空间 但是他盼望终有一天能够和民主派其他人再次团聚 但恐怕大伙儿再也无法上街游行了 从抗议者到阶下囚即将入狱服刑18个月 今年25岁的陈浩环在判刑前接受法新社专访时说 近期大多数民主派人士被捕 入狱或流亡海外压缩的言论自由空间 他们如今身处低谷 港版国安法无疑让香港民主派阵营弥漫一股恐惧 十多岁就投入社运行列的陈浩环 回忆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 是他爱国情操热情高涨的时刻 那段日子他相信自己是一个骄傲的中国人 如今这感觉在他成年董事之后消失殆尽 走过铜锣湾反送中时期 频频登上新闻版面的地标 那无数个日与夜的抗争与呐喊 让陈浩环很有感 陈浩环作为民阵最后一人扛着大旗独撑到最后 他与带自我调侃地说锒铛入狱将使他成为更好的人 那那不就挺好 好过那些老人家入了去之后 爱不住的嘛 没有东西做的因为坐牢 那你就是用粗东西写信 然后看书 出到来多劲 我说哇 陈浩环捍卫有始至终拥护非暴力 理性表达民主诉求的民阵 替民主派频频遭打压 调查打抱不平 他期待出狱之后再见老伙伴 我当然最理想的心 最理想的我想出回来的时候 见到很多朋友回来 张坤阳 许智峰 然后出到来可以见到写日七人 然后我们有民主 我们成责人一起在这里慶祝 我们民阵搞一次 就搞一次大型的慶祝集会 香港法院昨天针对两年前 10月1号的反修例游行案件判刑 依传媒创办人李志英 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等10名民主派人士 因为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会 全被判入狱 刑期借于14到18个月 只有两人获准缓刑 我们下期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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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到